罚你操场跑十圈有没有意义 羽然一身军绿色镜装上衣 气势威严地站在雨中 萧明妍心间一阵刺疼雨 顺着她坚毅的下额滑落 砸在地上碎裂成脊半 没有她咬了咬唇发白颤抖的 唇下掩盖的是腹部阵阵顿痛 貌似是肠胃炎又犯了她从小肠胃就不太好 不能着凉现在雨中淋了这么久 疼痛欲发明显 纵使是从小就经历过严厉化教育的萧明妍 都有点看不下去 即使如此青年仍然执拗地攥紧了手 给了肯定的回答 眼前的女人叫谢听书 是她母亲的同事兼好闺蜜 在她父母去世后 举目无亲的萧明妍被谢听书接回家 成了她名义上的小姨 本来一切都很幸福美好 表面看起来清冷少语的谢听书 对萧明妍 展露了外人不常见的温柔姐姐的一面 心随风动年少的萧明妍 也不可控制地喜欢上她 终于在她18岁成人里这天 她将精心准备一个月的情书 和打工赚取的礼物送给她 却没想到原本对她温柔 清语的谢听书在看完情书后 瞬间变得冷漠 她掀白的侧脸紧绷 将情书扔进一旁的垃圾桶 欲气冷肉冰霜 还有一个月就要高考 你的心思都放在了什么上面 萧明妍痛得脸色苍白 轻声辩解我成绩没有下降 谢听书秀眉紧促 指着垃圾桶里的告白信 神情严厉 那你知不知道 你那信里都在写什么 我是你小姨 比你大了整整五岁 萧明妍低下头 手紧紧钻紧一脚 眼角有些泛红 我只知道我心萧 你不是我小姨 我怎么不是你小姨 谢听书胸口起伏 生气地抬手一挥 指尖刚好划过萧明妍的侧脸 留下一道显眼的红痕 她伸手想要触碰 却在下一秒 硬生生停住 收回到背后 整个大院谁不知道 你是我亲手照顾长大的 你母亲更是我的姐姐 她跟萧明妍的母亲 是关系极好的同事 自从萧明妍的母亲 在一次行动中救下她后 她就认了她做姐姐 甚至早年萧明妍刚出生时 就直接认下这个外甥 萧明妍到现在 记得自己被领养的那天 她怯生生地 被神情冷艳的女人 牵着手拉进家里 却没想到整个家里遍布 谢听书给她精心挑选的 各种玩具 那时的谢听书 看着她满眼宠溺 萧明妍哪怕是要星星 要月亮小姨 都会给你摘倒 那时萧明妍 坠入幸福的开始之后的日子 都很美好 却没想到 从今天之后一切都变了 萧明妍你认不认错 她力正站得笔直 看着女人清冷淡漠的眉眼 鼻子一酸 不认错她要罚她 她没有意义 但是她不认为 自己喜欢一个人 表达感情有错 那就围着操场跑十圈 冷静冷静 谢听书清冷的声音 带着隐隐的怒意 萧明妍嗓音发颤势 雨势见大 她拖着沉重的腿 在雨里艰难地跑着 只跑了一圈 便觉得腹部欲加坠痛 脸色渐渐苍白起来 看着雨幕中 微然不动的谢听书 她想起来 自己十二岁第一次 未言发作 痛得浑身发抖 谢听书温柔地 把她抱在怀里 鲜白修长的手 捂着她的肚子 大雪天没有车 她硬背着她 步行去了医院 回来后 房间里暖气都没断过 各种汤药 都是她自己亲手煮制 送到少年的嘴边 那时她以为 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却没想到 只是一场告白 会让女人对自己的态度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萧明言有些挫败 雨水混在脸上 她倔强咬着牙 硬是撑到十圈 才晕过去 醒来的时候 天色暗淡 她一个人躺在床上 衣服也换了 干燥温暖的睡衣 萧明言看着自己的装扮 心里不禁冒出一丝期待 是谁把自己带回来 还换了衣服的 会是她吗 她踢踏着拖鞋 拉着在厨房忙碌的方姨 刚想问话 却在口中滚了几圈 不知道怎么开口 方姨看着萧明言 左右为难的脸叹了口气 明言你是不是想问你小姨 萧明言点了点头 方姨摸着青年的脸 语气有些轻 像是怕伤了她 外面下大雨 是听书的司机送你回来的 我今天一整天 都没有见过她 萧明言愣在原地 心底涌起一股酸涩 等到方姨回头 端了个蛋糕 走到她面前时 她都没有察觉 方姨举着蛋糕 神情关切 小言有些事情 不能强求今天是你的生日 这是听书半个月前 就嘱咐我给你准备的生日蛋糕 吃点甜的开心点 萧明言不知道 自己怎么回到房间的 转过神 自己已经坐在昏暗的卧室中 房间没开灯 她面前是一个 孤零零的蓝莓蛋糕 萧明言机械般插上蜡烛点火 在昏暗的烛光里发呆 她早该想到的 谢听书这种 眼里容不下一点沙子的女人 怎么会接受 自己这份畸形的感情 羞辱和卑劣感 后知后觉地涌上来 哽咽在她的喉口 堵得她眼眶酸色 此时手机响了一下 是朋友发来的一条视频 她出神点开视频画面 刺痛她的眼睛 酒吧五光十四的灯光 照耀着台上 与人不同往日的近装 一身黑色暗纹旗袍 头发微微散开 浓言轻利 向来冷漠孤傲的眉眼 多了几分温柔 她捧着麦 对着面前的男人 嗓音温柔深情 口中唱着 你是我的唯一 视频里一瞬间 沸腾轰闹的场景 和萧明言 此刻清冷寂寥的身影 形成鲜明的对比 那一瞬间 她清楚听到 自己心碎的声音 她呼吸微微发抖 眼眶心红一滴泪珠 滚落在银亮的 手机屏幕上 她舒长的眼睫轻颤 打开朋友之前发的短信 萧明言 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跟我一起去国外 我人生地不熟的 你要去的话 我们一起 再说国外那个编程专业 真的很不错 她像是下定了 决心回复好 那头一连串表情包 轰炸你真同意了 真好我去查查办理手续 你可不许反悔 萧明言 看着窗外炸起的亮光 像是要将 昨天的一切荒唐 刺破 我决定了 不会反悔 这一刻 她终于决定放弃 她要离开 彻底离开 卸听完 她起身收拾起东西 必须要让自己忙起来 控制那些胡思乱想 萧明言的动作很快 短短几个小时 客厅就堆满了 她的几个大包 全是这些年 自己在梁宅用过的旧物 此时门被推开 卸听书一身身色风衣外套 身影窍窍清理的脸上 写满不悦 你在做什么 青年背对着 他收拾的动作停了一瞬 很快反应过来 找了个借口糊弄了过去 东西太多了 扔掉点不用的旧物 卸听书了然 不慎在意地点点头 她还不想上楼 却撇到青年 隐忍握紧的手 她想到什么 停住脚步 看着萧明言的目光 冰凉如水 都成年了总该明白 有些事情不能强求 萧明言的背影 将在空气中几秒后 泄力般地点点头 闷声回应到知道了小姨 她有些正愣 有多久没听到 她喊自己小姨了 自从她懂事后 她就偷偷把对自己的称呼 改成听书姐姐 今天倒是意外乖巧 她正要上楼客厅里 萧明言慌乱地收拾着东西 却不成想意外碰到 桌上的手机 手机上暂停的视频 被按下播放键 一道熟悉的女生想起 你是我的唯一 空气中一片安静 台阶上的谢听书 目光复杂看向楼下的青年 她回身走下了台阶 走到萧明言面前 萧明言背对着她 尴尬又卑劣的情绪 迫使她再次攥紧拳头 她知道女人就站在她身后 可她希望她一句话都别说 因为她已经到了极限 可谢听书还是开口了 她孤傲的瞳孔 只有冷漠手搭在楼梯服手上 淡淡看着她 既然你已经看到了 那就不瞒着你了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萧明言愣在原地 尽管才看过告白视频 可是当谢听婉 当着她的面 承认她对别人的爱意时 这份冲击还是无可比拟 她努力压抑住胸口的酸涩 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轻声说好的小姨 那就祝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 会离开不打扰你们 过好自己的生活 萧明言默念 眼角有泪光闪烁 却没有注意到 谢听书早就抬不离开 压根没留意到 她嘴里的后半句话 没过多久 谢听书就拎着行李箱下楼 站在她面前 她换了一身长服 又是那身暗闻气袍 她身体曲线更加明显 凹凸有志 明明这样漂亮 脸上却没有一丝情绪 外地出任务一个月时间 方姨会照顾好你的饮食起居 还有她顿了顿 加重了语气 你好好准备高考 不要让我失望 说完就走了 见过谢听婉 讨厌一个人的模样 却没想到有一天 她也会这么地讨厌自己 昔日清尽全力领养的孤儿 竟然 这么些年 对她一直抱着以你的幻想 换做谁都会觉得很恶心吧 萧明妍自嘲地笑了笑 握紧拳头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嘴巴在动 却没发出声音 谢谢你小姨 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 我不会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从今天起 你是我的小姨 只此而已 萧明妍视神地坐回椅子里 看着天色渐渐变黑 她点开谢听书的头像 发现最新的一个朋友圈 夜幕下飞机划过长空 白色透明的玻璃门 映着一个窈窕的身影 一旁陌生的高大男人 身躯紧紧挨着她眼神宠密 另一章是在酒店女人娇俏 窝在男人身前 笑容洋溢的轻着男人的侧脸 两人亲密的肢体接触 刺痛着萧明妍 所谓外地出任务 不过是搪塞自己的说辞 陪心爱之人出游才是真相 原来她的告白这么让她困扰 从来不会糊弄自己的谢听书 如今也会找个借口随便搪塞她 思及此 萧明妍忍不住苦笑 没事的不会再打扰你很久了 我很懂事的 再有一个月我就会彻底地离开 淋了雨受了寒 熬了几个通宵 把家里收拾得差不多 萧明妍发起了高烧 方怡察觉一样连夜将她送进医院 这天中午 萧明妍实在有点撑不住 半合着眼靠在枕头上休憩了一会 却没想到谢听书恰好打来视频 想了一阵萧明妍没醒 那头谢听书正在一国他乡跟梁城逛街 却接到管家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管家有些迟出 得告诉他家里最近的变化 他的小外甥这几天 把整个家里他的东西都清空了 什么都不剩小时候的玩具 这些年的衣物能扔得全扔了 只剩了点生活用品在谢宅 听到这个消息的谢听书猝紧眉头 他心里划过一丝一痒 男孩从来不会一声不吭地做事 这次却莫名地沉默 他隐隐地感觉到好像有 什么东西正脱离自己的掌控 想都没想就给他拨去电话 但萧听言却没接他 从来不会不接他的电话 雨人有些心慌便立马打给方怡 却没想到等了几秒 在视频里看到青年熟睡的侧脸 谢听书只觉得前面的担心 化作了一腔怒火直冲炉顶 他沉声地喊了一句 萧明言 好不容易睡着的萧明言被意外喊醒 他一脸猛看着视频里红着秀脸 明显生气的谢听书 小姨 他试探地喊了一句 还没弄清楚什么情况 随即而来的是他莫名地怒火 马上就要高考了你居然还有心情睡觉 萧明言下意识地想解释我没有 可谢听书并没有给他机会 你心思不放在正式上考不上原计划的学校 我不介意送你去改造 说完他直接挂断电话谢听书握紧手机 气得胸口起伏 这才想起来刚刚电话里忘了问他搬家的原因 但一想到刚刚萧明言熟睡的脸 他还是忍不住地生气索性给他的电话直接删了 眼不见心不烦 萧明言正愣地看着黑掉的屏幕 倒映着他苍白的脸色 内心渐渐涌起一股知识的委屈 谢听书以前从来不会对他这么大声说话 小时候的萧明言一直都是他捧在手心的珍宝 他记得有次在学校被老师凶哭了 语人满身怒气冲进学校替他出气 并当着所有师生的面把他拉到身后护着 不许有人再欺负我们家明言 可是一转眼大声严厉凶他的人却成了他 萧明言努力压抑着内心翻涌的委屈红了眼眶 想要发信息解释 却发现谢听书已经把他删了 被冤枉的委屈感在此刻达到高潮 他没想到谢听书会这么地生气 巨大的反差让萧明言一时难以接受 他握紧手机的手微微颤抖起来 泪意差点压抑不住 他现在只是女人一个不听话的晚辈 有什么资格再要求他跟之前一样 对他百般呵护 眼下再多的解释在他的眼里都是狡辩 唯一能做的只有好好高考 用高考成绩来回报他这么多年对他的付出 萧明言没日没夜地学习 时间过得很快没多久就到了高考的日子 剩下的天气异常地闷热 他激战三天终于完成考试 走出考场门口是人山人海的家长 他们有的笑容满面 有的严肃以待 可眉间透露的全是对孩子殷切的爱 萧明言下意识在人群中寻找谢听书的身影 他答应过他的 只要高考结束 一定会在考场门外等他 今天是最后一天 谢听书从来不会实验 萧明言一直站在原地 直到天空渐渐下起大雨 人潮一点点退去 他都没见到他那道清理的身影 他捧着手机翻到跟谢听书的聊天见面 想问问他今天还来不来 却突然想到他早就把自己删了 他根本无法联系到他 他再一次体会到酸涩的感觉 可下一刻手机响了那头显示视频通话 是谢听书 萧明言眉少阳气喜悦 找了个有光亮的地方 按了接听键 他刚要开口喊他 那头传来女人清淡的声音 梁承说要给你选个礼物 但他选不好你自己选选 视频一转 旁边站着一位身穿西装帅气得体的男人 背景亮白 似乎是在商场 他挥手笑着对萧明言打招呼 萧明言 你好 我想着给你带个高考贺礼 顺便当见面里 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就让听书给你打电话了 不会打扰到你吧 萧明言原本亮意义的眸子 按了按 连呼吸都开始不畅 没有 视频转到一堆玩偶身上 都是青蛙之类的 绿油油的 这个小青蛙很可爱 明言喜欢吗 男人面容沉稳 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 谢听书也配合拿起一个绿色的蛙偶 这种路边摊 十块钱能买两个 萧明言根本不喜欢 十一想要摇头 对面好像发现他的喜好 立马举起另一个玩具 这个呢 小金刚 可以做个挂件 还有这个 我上学的时候 最喜欢这种玩具 男人手里的是一个 拿着一个小汽车 他小时候就不喜欢汽车玩具 有些犹豫 谢听书接过手机 不悦地皱起秀眉 梁成这么用心给你挑礼物 你到底在挑什么 他烦躁的神情和严厉的语气 深深刺痛着萧明言 他压根不记得他今天高考 只是想让他配合 讨他男朋友欢心 他的全力以赴 满心等待 换来的却是个一个笑话 心思起伏 再加上下雨 萧明言随意选了一个玩偶 然后挂断电话 回到家后 看到手机弹出一个好友申请 是梁成 那头发来一张照片 明言 这两天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想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法国小镇很漂亮 推荐你以后 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去 喜欢的人嘛 恐怕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萧明言的手 下意识地点开图片 照片里是大片薰衣草花海 赤裂惊叹的夕阳下 梁成搂着谢听书的肩膀 好像在轻塌 女人笑着 灿烂又美好 明明他以前从不喜欢拍照 连跟他都没有过一张合照 如今却纵容着别人 在别人的照片里 笑得肆意温柔 萧明言无比心痛 从未见过他如此的偏爱 原来真正的爱一个人 是不需要宣制余口的 他孤单地坐在沙发上 黑暗中手机邮箱点亮屏幕 是国外学校发来的 录取通知确认单 两周后正式开学 请他确认接受 萧明言手有些抖 他环顾了一下黑暗中 这得他生活六年的假 也许 他以为的温暖 其实从来就不属于他 萧明言眼中闪过绝绝 点了确认 时间很快到了高考田志愿当天 不出意外 谢听书的车开回大院 萧明言正坐在餐厅吃早饭 看见谢听书走进来 心底异常复杂 今天是田志愿的日子 他早就准备好车的 去国外读书 本以为他今天不会回来 却没想到他还是来了 小姨 好久不见 他规规矩矩站起身 朝谢听书打招呼 谢听书意外地挑了挑眉 没想到许久不见 他变得如此乖巧 他忽略心底那点一样 正了正神色 脸上没有多余的情绪 走 送你去田志愿 萧明言乖巧地点点头 谢听书走了几步 像是突然想起来什么 他回过头 看向萧明言空荡荡的脖子 你脖子怎么空啊 之前送你的护身符呢 萧明言从小体质不好 刚被他收养的时候经常生病 谢听书不知道从哪打听了个法子 花了十天十夜去山里步行 求了个护身符回来 一戴上 萧明言的病就好了 从那之后 他便把护身符天天戴在脖子上 戴了十几年 从没离身过 可是今天 他脖子上的护身符去没了 萧明言抬起手 不自觉地摸了摸脖子 他早上才把护身符摘了下来 想着还有一周就要离开了 到时候一起还给他 却没想到这就被发现了 他装作不在意地回答道 前几天绳子断了 我想找条一模一样的绳子换上去 一直没找到 就搁置了 谢听书深深盯着青年看了几秒 刚想继续追问 萧明言却张了口 快走吧 不然来不及了 思绪被打断 谢听书也没再计较 转身朝前走着 他一步一驱跟在他身后 军绿色越野车停在门口 看到副驾上坐着的人 萧明言突然顿住脚步 梁诚笑容艳艳 小明言 还是我提醒的听书 今天你填志愿 他太粗心了 正好今天半点事 我跟他一起送你去学校 他俨然一副未来主人的姿态 萧明言心底不甘 却也无可奈何 谢听书诞生开口 还不上车 他直接僵硬地打开后座车门 一路上 梁诚都在跟谢听书甜蜜 时不时为他一口喝的 一会又给他擦擦汗 谢听书也非常的配合 语气十分温柔 他说一句 他便答一句 萧明言从未见过 他这样耐心对待一个人 原来他有了喜欢的人 是这番模样 萧明言只觉得 喉咙堵得又色又苦 不过没关系 反正一周后 他就彻底不用看见了 再忍耐一下 小姨应该也会开心 终于丢掉他这个累赘 萧明言转头看着窗外 努力不去看他们 过了一会儿 梁诚问他 萧明言 想好志愿方向了吗 声音被风吹散 萧明言在发呆 谢听书替他回答 早就定好了 海大工程类的几个专业 他毕业了 正好可以去组织工作 他抬眼看向后视镜里 久久沉默的萧明言 询问道 是吧 明言 他本能认为 萧明言才刚刚成年 只会按照他先前规划的路线走下去 这么多年都是如此 不会偏离轨道 更不会离开他身边 在谢听书的注视下 萧明言硬着头皮点点头 是 早就定好了 他们之前是约定过 九天本市学校 离家不远 可是如今 他却早就做好另一个选择 见谢听书满意的一开目光 萧明言长舒一口气 一定不能让他知道 否则以他的性格 不会让他出国 一路无话 车很快就到学校门口 萧明言默默下车 他往学校里走 谢听书就跟在他身后 他在心里默默祈祷着 能有人帮他治开谢听书 下一秒 梁城就拉住谢听书的手 听书 我有点渴 想喝点水 你陪我去吧 谢听书眸光低垂 正要开口 萧明言确现一步道 小姨 我自己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你去陪未来姨夫吧 他对梁城的称呼 异常顺口 以至于谢听书 愣了一秒才反应过来 他刚刚喊梁城什么 他神色复杂地看着萧明言 刚想张口 却被一旁的男人抓住胳膊 看看 明言自己心底有数 你这个小姨还瞎操心 我们走吧 说完谢听书 就被梁城拉着走了 萧明言松了口气 转身上楼 看着面前电脑跳动的分数 695分 萧明言没有一丝意外 谢听书应该早就知道他的分数 不然不会到报志愿当天才回来 他没有多说 就证明他对这个分数还算满意 好歹 也算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萧明言深吸一口气 鼠标放在放弃填报志愿的按钮上 事已至此 就绝不能回头 他闭上眼 按下放弃填报志愿的按钮 一周后 是萧明言的升学宴 谢听书提早准备 邀请大院里的人 还有萧明言的同班同学 九国三旬 萧明言去了一趟洗手间 要回包厢的时候 在走廊遇到班里的学尾 雨还似乎喝了不少酒 脸蛋通红 看着萧明言满眼爱意 明言 你的志愿是海大吗 我喜欢你 我想跟你一起去 萧明言一争 他也会被人喜欢吗 可是他之后也不在国内 短时间内他也接受不了别人 雨还眼底都是期待 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萧明言拒绝道 不好意思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他正要越过他 雨还不死心 伸手拦住萧明言 我不信 明言 你平时都独来独往的 怎么可能会有喜欢的人 这都是你拒绝我的借口 对不对 除非你亲口跟我说 那个人到底是谁 萧明言没眼间染了几分烦躁 刚要开口 却看见站在不远处的谢听书 四目相对 他眼中只有冷意 好似他能说出那些有备伦理的话 那冷意便能瞬间将他巧杀 不等萧明言反应 谢听书已经转身离开 萧明言知道他是误会了 现在的他对谢听书已经没有想法 不如就趁此机会解释清楚 他小跑追上谢听书 刻起手里地喊他 小一 谢听书停住脚步 萧明言刚要解释 其实我 与人转过身 眼底只有浓浓的厌恶 出口打断他 萧明言 你记住 我永远也不可能会喜欢你 他一字一句道 清楚自己的位置 别再纠缠 惹人难堪 说完谢听书大步离开 萧明言正在原地 明明决定放弃 这一刻还是觉得心痛 在他眼里 他的喜欢这样让他羞耻嘛 宴会结束后 萧明言一一送他们回家 他站在酒店门口 身后的女孩开口道 萧明言大家都走了 我们一起回去吧 萧明言不冷不热 我等司机 你先走吧 宇还眉眼含笑 站在萧明言身边 我不要先走 明言 我喜欢你很久了 我也要去海大 我们能不能试一试 萧明言没理他 他按着手机 再看打车软件 不知道小姨 还会不会回来接他 下一刻 宇还挡在他身前 台阶上下 也因为两人有身高差 这样看上去 他头微微低下 宇还仰起头看他 两人好似亲力无见 明言 我爸是海城里士 将来我们会更好 我这辈子只想 萧明言刚刚抬头要拒绝 另一道纤细有力的手 直接将他拽走 谢听书沉声警告 别再跟上来 他凶人的样子很可怕 直接将小姑娘吓跑了 路灯光映着谢听书的影子 跟他的影子交叠 萧明言心底 还有那么一丝丝庆幸 眼前的女人 是不是有一点在意自己的 下一刻 耳畔传来他冰冷的声音 萧明言 你还要不要脸 他下意识觉得自己听错了 我刚拒绝你 你就转头跟别的女人纠缠 你是没了女人 就活不下去吗 萧明言抬起头 眼眶红了一圈 似是有些不可置信 这些话 是从昔日疼爱 他的小姨口中说出来的 他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吗 他握紧拳头 浑身微微发抖 眼底斜满隐忍 谢听书握着他的手 不自觉地紧了紧 怎么 我冤枉你了 他语气严厉 萧明言一阵鼻酸 正要解释 梁成从车上下来 善解人意道 好了 明言也成年了 有点小心思也是正常的 你何必要这样激动 你看 把明言都吓坏了 谢听书四处电一般将手松开 眼底的怒意只增不减 没见过 付出全部心血养大的人 是只白眼狼 这句话 刺得萧明言更痛 他抬头 努力克制心底的难过 我没有 我跟他根本 梁成温生打断他 明言 你马上就要大学了 恋爱自由 都是你小姨 太小题大做了 也是 他现在说什么 小姨都不会信他 萧明言不想在他面前掉眼泪 刚要往前一步离开 黑暗中 突然冲出来一个人 他手持刀刃 直接朝谢听书的后背刺去 小心 萧明言大声呼喊 那一瞬间 他脑海中 变光火石般闪过很多画面 他毫不犹豫 挡在谢听书身前 而他的身后 谢听书正紧紧护着梁成 甚至伸手想要用手臂 挡住歹徒这一刀 身高差的原因 歹徒的刀锋直直穿透 萧明言的胸口 刀尖刺破皮肉的声响 在耳边炸开 萧明言脑袋嗡嗡作响 那一瞬间里 他感觉不到疼痛 他的目光 一直追随着谢听书 那个从小到大 一直说要保护他的小姨 此时正紧紧地护着 另外一个男人 心脏像是反射了保护机制 顿了一秒 才涌起炸裂的痛苦 他第一次知道 原来当一个人心痛时 是感受不到 任何生理上的痛楚的 歹徒很快冲他落下第二刀 萧明言缓缓闭上眼 如果能在这里结束生命 是不是以后 就不会体会到心痛的滋味了 可这次却事与愿违 谢听书一脚 将歹徒手上的刀刃踹开 很快就把歹徒制服 他看着躺在血泊里的萧明言时 平静的脸上 第一次涌起慌乱的表情 酒店保安闻声出来 谢听书将歹徒交给保安 紧盯着萧明言 谋中的情绪复杂 混乱间 梁成痛呼一声 听书我这里好痛 原来梁成在混乱中 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东西绊倒 跌在花坛旁 手背石头落破 脑袋也摔在台阶上 谢听书被转移注意力 只看了萧明言一眼 便握紧梁成的手 转头对着保安吩咐 你们把他送去医院 留下这句话 谢听书便抚着梁成离开 萧明言盯着他的背影 伤口后知后觉的疼痛席卷而来 不知道是不是心痛 杂揉着伤口上的疼 近乎痛不欲生 血流了一地 救护车很快赶到 萧明言咬紧牙关 手心攥出了血 从掌缝中渗出 一滴滴滚落 随行的护士心疼握紧他的手 很疼嘛 萧明言点了点头 疼的人快要死了 时至今日 他才看穿 他在他谢听书眼里 什么都不是 护士催促车开快一点 一路明晃晃的亮灯 手术室里响起冰冷气泻声 那一刻 萧明言心里是害怕的 也是那一刻 他心底的东西怦然碎裂 他终于不再对谢听书抱有期待 医生说伤口只有两厘米 没到心脏 还有救 萧明言在医院躺了三天 没收到谢听书的消息 连一句问候都没有 萧明言彻底死心了 离出国还剩两天 他把父母的房子挂在网上 打款账户填了谢听书的银行卡 还有父母以前留给他的存款 以及他逢年过节的礼物 都拿去变卖 将钱都放在一张银行卡里 只有七十万 加上房子预估有五百万 算是偿还他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 八月二十号 是母亲的机日 萧明言订好当天晚上的机票 林园里一派清冷 他拿着一束花放在墓碑前 用袖子擦了擦墓碑上的灰尘 妈妈 我今天就要出国了 我以后会好好学习 努力学好工程专业技术 再也不会让当年的事发生 妈 我还是搞砸了 是跟小姨之间的关系 她现在很不喜欢我 不过妈妈看重的人 从来都不会错 我相信就算我离开 她还会好好照顾你 小姨以前每年忌日 都会来看你的 今年她还会来吗 萧明言这样想着 还是拿起手机 给谢听书打了一个电话 那头很快接通 什么事 萧明言说明来意 小姨 今天 我妈妈忌日 您能不能来看看她 好 萧明言死气沉沉的声音 明显有了些起伏 好 我等你 她如果能来 就跟她说清楚 她已经放下 以后会一直一直 把她当成自己的小姨 只是小姨 萧明言一个人坐在墓园 从上午等到下午 一直到傍晚天色黑沉 机票是晚上九点 现在是六点正 她又等了一个小时 手机页面仍旧空空荡荡 还是没有那个人影的出现 谢听书又再一次食言 萧明言想起上次高考完 被放鸽子的经历 再也不想自取其辱 便从墓园打车回到大院 她收拾好行李 写了一封信 将银行卡夹在信封里 放在客厅茶几上 只要她回来就能看见 这样也不算不告而别 晚上时间九点 萧明言踏上去国外的飞机 飞机起飞 带着决绝 不再回头 接到萧明言的电话 谢听书正买了树花 要赶往墓地 却被一通电话搁浅住脚步 她赶去医院 梁城头上包着白布 你来了 昨晚我都没睡好 一直很害怕 谢听书冷声问 你说看到的一丝 歹徒同伙的人在哪 坐在病床上的人 眼神闪躲 听书 也许是我太害怕 看错了 明显是无中生有 谢听书转身就要离开 梁城犹豫着开口 我那天听歹徒领走的时候 喊着一个名字 萧比安 她 没错 萧比安就是萧明年的父亲 当年跟她母亲 被恐怖分子炸成灰烬 连尸骨都没留下 谢听书抱着花束的手 微微收紧 眼神里衍生一股肃杀之意 直接打断她 你听错了 看着谢听书抱着一束菊花 没有停留的意思 梁城眉心微皱 你要去找明年吗 她脸色瞬间冷下来 梁城 你越界了 梁城笑容牵强 我爸是江城负责人 可以给你很好的助力 听书 我们是不是该把日子定下来了 谢听书轻声提醒 你不要忘了 我们只是协议而已 认清自己的位置 梁城自嘲一笑 果然 萧明言不在 她就是另一副面孔 说完谢听书 直接大步离开 她赶到墓园的时候 恰好是7点20分 看着墓碑前摆满的东西 谢听书知道 萧明言已经来过了 她还是跟以往一样没有耐心 谢听书坐了好一会儿 看着过分安静的手机 扯了扯嘴角 她指定又生气了 一连好几天 她忙着追踪歹徒同伙 以及追踪旧案 忙得脚步粘地 依旧没有等到萧明言的消息 谢听书察觉不对劲 但也觉得萧明言就是小孩子星星 亮亮她 直到第六天 手机里突然传进来一条转账信息 是某买房软件上的付款信息 金额达200多万 谢听书眉心跳了跳 立刻到银行查了这笔汇款信息 查到另一头是一个房屋中介 辗转得知 萧家的老宅 竟然拿被拍卖 而且已经卖出去了 一连几日都住在宿舍的谢听书 终于感觉到一丝不同寻常 按照以往 萧明言应该要憋不住 问责她一番 但最近她安静乖巧的过分 一种异样的情绪从心底涌上来 她给萧明言发了短信 好端端的 是钱不够吗 卖什么老宅 谢听书捧着手机 一分钟三十分钟 一直等了一下午都没有回应 她又把电话打给方宜 方宜说 她一周前就已经回老家了 不知道大院的情况 谢听书终于没忍住 给萧明言打了一个电话 那头显示电话已经关机 甚至都没打出去 她诧异地盯着黑掉的屏幕 只得到一个结果 萧明言把她拉黑了 好 好的很 翅膀硬了 谢听书气地把手机扔掉 她依旧觉得是萧明言任性骄纵 正常待在办公室办公 直到另一套房子的钱 也打进账户 两笔款项在家一起 一共是四百五十万 两处房产 是萧明言父母 留给她安生立命的本钱 谢听书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她回到大院 却莫名觉得整个家有些空荡 她打开萧明言的房间 装饰是朋克风 房间紧挨着她的房间 那时萧明言才来到大院 爱哭 天天哭着要爸爸妈妈 谢听书就让她住在隔壁 刮风下雨地总是陪着她 看见她睡了才肯离开 可谢听书发现整个房间都空空荡荡 她不信邪 打开衣柜 打开洗手柜 床头柜 里面依旧空无一物 连存放钱包跟父母遗产房本的小包显像 都搬空了 她搬走了 谢听书正在原地 她打开自己的书房 翻乱了一地书籍 从前萧明言也很喜欢趴在她书桌上写作业 不会的题也喜欢缠着她 让她讲题 有段时间 她桌上大大小小都是萧明言学习的书籍 现在整张桌子干净如洗 她想找到萧明言还存在过的物证 也没有 怎么可能短短一周 她就把所有东西都搬走了 谢听书捏了捏发烫的额头 在大院群里发了一个消息 问他们有没有看到萧明言 以前萧明言不是没有离家出走过 她有时忙没顾及到她 小孩那时候黏她 一个人背着小包跑出家门找谢听书 不到一周 又会灰溜溜回家了 也爆发过一次争吵 小孩躲在大院发小家里 哭得瑟瑟发抖 不一会儿 群里传来消息 海大不是开学了吗 怎么 听书姐没送自己外甥去吗 谢听书无形中松了口气 也是海大开学就是在月底 还要军训 想离开家 以为上了大学就能跟她撇清关系了 她按捺住心底翻腾的怒意 安慰自己 不过是这段时间对她太过严厉 见到萧明延 让她搬回来就是 谢听书正要出门 却迎面碰上了梁成 她头上的绷带也解开了 手上的伤口 好的连疤都看不见 她伸手想要去挽住谢听书的手 听书 你说过 我是你结婚的最好选择 时间一长 总能日久生情 是不是 我那天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被吓到了 谢听书却迫不及待要出门 有些话 等我回来再说 车子呼啸离去 梁成转头看见茶几上的那封信 稍稍展开 只看到一行字 小一亲戚便将她塞进自己的口袋 转头就扔进门口的垃圾箱 谢听书坐在车里 接到物业打来的电话 说是在门口的垃圾箱里 发现贵重物品 他猜到是萧明延扔掉的东西 都放门口吧 那头挂断电话 谢听书直接走进海大招生办 家里学生走丢了 我来找一个人 招生办老师 当然不会轻易信他 谢听书直接把证件照给他 招生办老师看到证件上的职位 不由得肃然起敬 您要找哪一位 萧明延 招生办老师反复确认 重复在系统里搜索 还是查无此人 气得谢听书险些掀桌子 是不是系统出了问题 不可能的 谢听书不死心 无奈校领导只能下达命令 学校重新统计学生名单 一个小时候 歪歪扭扭的名字都写在一张张纸上 谢听书一页页翻过去 萧明延的字他再清楚不过 真的没有 他满身怒气 出了学校将车掉头 去了萧明延高中的学校 谢听书问及萧明延田的志愿 班主任明显有些诧异 你不知道他田的志愿吗 您知道吗 班主任笑着摇了摇头 这孩子一向有自己的主见 田志愿那天 撤当了 谢听书不信 他的成绩怎么可能会撤当 他突然反应过来 是他自己选择放弃志愿 是啊 这件事他没跟你商量吗 谢听书目光低垂 没有 他回到车上常常吸了口气 就为了报复他 连志愿都要放弃 前途都不要了吗 谢听书生气之余 还感觉到一丝无奈 一种无力感 他又拿起手机 重新拨打电话 没有意外还是打不通 他甚至开始发短信 萧明延 你现在回来 我考虑原谅你 他在车里坐了很久 看着学校的大门 忽然想起来 高考前六个月的时候 他说过 等咱们家明延高考完 小姨一定第一个在门口等你出来 那天萧明延也站在门口等他吗 谢听书捏了捏额头 自从他拒绝他之后 小孩跟以前不一样了 不会再对他掏心掏肺 也不会对他笑了 后知后觉 有一种异样的情绪在心底奔腾 这短短的时间 他将萧明延可能去哪的情况 都想了一遍 可这三年来 他对他似乎不够了解 想找他朋友的联系方式都找不到 无奈 谢听书只能驱车回到大院 在门口看到一堆旧物 是萧明延来不及带走扔掉的 物业又从垃圾箱搬回来 有他送他的小玩具 谢听书看见最上面的白色信封 被微微打开 白色的信纸露出一角 豁然觉得心脏跳漏了一拍 多日来隐隐不安的感觉 越来越强烈 他将纸张缓缓打开 里面是一封信 还有他当年给萧明延的卡 小一亲起 鲜润的字眼活跃 萧明延仿佛就站在他眼前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出国了 你应该知道我放弃志愿的是吧 很抱歉骗了您 一直以来都想跟您解释清楚 但一直没有机会 我已经不会对您再抱有那样的心思了 也不敢了 我知道错了 祝愿您跟小姨夫 白头偕老 永结同心 还有妈妈爸爸留给我的房产 以及这张卡里的钱 都给小姨 全当您这些年养育之恩的报答 祝您安康 岁岁平安 他走了 出国了 谢听书拿着信封的手 一点点颤抖起来 他大脑嗡嗡作响 血液仿佛都在一瞬间凝制 客气树立的话依旧回荡在耳边 好一个岁岁平安 他怎么可能一声不吭就走了 谢听书不信 可眼前的一切都在提醒他 他亲手养大的小孩 翅膀硬了 选择离开他 谢听书又亲自去了一趟航空公司 去查航班 他想起萧明言去看过他母亲 那天是8月20号 他将航班时间锁定到20号之后 依旧一无所获 他只能掉大院门口的监控调 看到萧明言离开的时间 是8月20号晚上7点45分 莫名的懊恼从他心底涌上来 如果那天他早一点回来 是不是还来得及阻止他 可谢听书又知道 萧明言决定的是 向来回不了头 他向来一根筋 要的东西一向执着到底 他信中说 不会对他再抱有那样的心思 应该是认真的 谢听书觉得自己应该高兴 这样他们还跟从前一样 可心口却莫名空了一块 他起身就要去找航班信息 手指带动鼠标意外一滑 意外将时间滑到了一周后 他看到那天凉成在他出门后 打开放在客厅茶几上的信封 那封信正是萧明言留给他的信封 他默不作声塞进自己的口袋 走到大门口 扔进垃圾桶 大概是天色太暗 梁成没看清垃圾桶旁边堆积的旧物 明暗的路灯里 他甚至看见梁成扯着嘴角笑一下 谢听书只觉心口一阵发寒 原来 他早就把对他告别的话 放在显眼的位置 只是他没有看到 而在他看不见的时候 梁成又使了多少小心思 让心思敏感的萧明言 感到自己是个外人 他从来都没有安全感 是以为自己要成家 所以不要他了 才一个人偷偷离开 谢听书后知后觉 心疼起萧明言 他拿起车钥匙出门 却看到站在门口的梁成 男人温声指责他 你知不知道 你在干什么 谢听书并不应声 你是想让所有人知道 你利用植物之变 铺天盖地寻找你那个外什么 梁成温和的假面 快要彻底撕碎 谢听书侧头看他 眼中一丝情绪也无 梁成 我们结束了 梁成脸上的平静 再也维持不住 他一把拉住他 谢听书 你不会真对他动心了吧 动心 一向平静的谢听书 醋了醋眉 你家丢了孩子 你不找 梁成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 不用一而再再而三 试给我看 我耐性有限 他身影鲜兽 欲掉平静却质地有声 威严肃杀直气弥漫 梁成一瞬间变了脸色 再也不敢去拦谢听书 他的雷霆手段 他也听爸爸说过 整个海城无一人敢得罪 看着黑夜中及时而去的月夜 梁成知道 他彻底败了 一路上 谢听书看着城市五颜六色的灯火 脑子乱成一团 梁成的话 依旧回荡在他耳边 动心 小一对外甥动心 谢听书回想过去的一幕幕 小孩第一次拿到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 情不自禁报他的时候 他心里是高兴的 甚至在他给他信封表白的那一刻 经过万千训练 心如止水一般 心脏却也在那一刻跳动 乱了章法 他似为了掩盖 将信封钻井 好似那一只信封 是打破这一切平静的罪魁祸首 但他知道是他 只是他 过不了心底的那道感 而梁成碰他的时候 他只感觉到烦躁 他很确定 萧明言在他这里不一样 甚至于这一刻 他前途功名全都不要了 彻底乱了分寸 谢听书赶去机场 工作人员开了绿通 他终于找到他搭乘的航班 从海市到加州的班次 九点到次日九点 他知道萧明言 不会放弃自己的梦想 当地的学校也只有那一家 所以连夜向上级申请 去加州学校三个月学术交流 三个月后 他必须回国 他在加州租了公寓 办理一切妥当之后 谢听书登陆学校系统 恰好看见萧明言 这一刻 他心口的巨石终于落下 萧明言下飞机 就把谢听书的号码拉黑 他预算有限 暂时换不了手机 傅纪言拖着行李箱 就带着他住进加州的小别墅 萧明言看着空空荡荡的钱包 有些窘迫 我 没带很多钱 他的钱都给谢听书了 只留了学费 傅纪言大手一挥 这有什么 你来陪我 我高兴还来不及 租金就免了 萧明言坚持说 那就按照市场价先欠着 傅纪言无所谓摆摆手 你要是实在过意不惧 那就给我讲讲题 反正 你也是学霸 萧明言答应下来 好 傅纪言躺在沙发上看他 不过 我听圈内人说 你小姨好像来头不小 她同意你来国外嘛 萧明言收拾东西的手一顿 傅纪言没注意到 她变了脸色 继续八卦道 我还听他们说 你还喜欢你小姨 萧明言呼吸一致 傅纪言也注意到 萧明言的不对劲 赶忙打住 对不起 我就是太好奇了 喜欢一个人也没什么错 我可听说 你爸妈当年跟你小姨 在一个大院的 关系很好 反正又不是亲的 不过这些 还是上次梁成的朋友来聚会 在圈子里说的 萧明言心底划过一丝释然 梁成知道 应该也是谢听书告诉他的 这样禁忌的事 都会对他说 应该是爱惨了吧 奇怪的是 以前这样的事 一定会让萧明言心痛不已 现在一点波澜也无 以前不懂事的时候 是喜欢过 现在都过去了 傅纪言明亮的眼睫垂下来 这样啊 本来还想磕CP 毕竟年纪轻轻 有那样地位和容貌的 圈子里少有 不过看萧明言这样年轻 傅纪言又觉得 谢听书带他五岁 年纪确实大了些 明天上午报到 记得提前准备材料 萧明言提醒他 知道 你就住我隔壁房间吧 这么大房子空荡荡的 我害怕 萧明言扯了扯嘴角 笨 报到一周后 萧明言上选修课 进教室的那一刻 整个人都定在门口 班里不同肤色的人都在盯着他 连带讲台上的人 也盯着他看 谢听书穿着深色风衣 戴着金色边框眼镜 一口流利美式发音 同学 你迟到了 国外时差跟国内不一样 他还没适应过来 萧明言硬着头皮回应 抱歉 老师 什么原因 不确定谢听书 为什么会出现 紧张之余 萧明言口语不是特别熟练 用中式英文 大致说了一下原因 引得台下人一阵哄笑 行了 坐下吧 萧明言找了个地方 随意坐下 脸色有些苍白 谢听书就是谢听书 无形之中还是会给他难堪 谢听书自我介绍的时候 说明来加州大学的缘由 因为有杰出的理论实践知识 被学校请来授课 希望同学们明白武器的意义 萧明言看着女人眼底的平静 无形中又松了口气 只要不是为了来抓他回去的就好 一堂课 萧明言听得浑浑乐乐 他没想过谢听书会出现 像做梦一样 下课后 他正准备偷偷溜走 果不其然 他被谢听书拦住了 你来一趟我办公室 萧明言近乎要抓狂 想起高中被老师支配的恐惧 现在恐惧上还叠加了不确定因素 反正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他绝不可能回国 关上门的那一刻 谢听书啪哒一声 将两张银行卡扔在桌面上 他上位者的威严气场瞬间散开 你不打算跟我解释 萧明言哽了哽脖子 没什么可解释的 我们现在两清了 你是老师 我是学生 应该解释什么 谢听书握紧拳头 受且有力的手背上 轻筋鼓起 好好好 几天不见 人瘦了 脾气还渐长 我是你 那两个字 谢听书如今怎么也开不了口 触及萧明言眼底的冷漠 他心底涌现出一次懊悔 你要想来国外读书 可以跟我说 不该一声不吭就走 你眼里还有我吗 萧明言丝毫不拒 语调平静 我留了书信 我打过电话 你没来 他没有不跟他说 谢听书下意识想要解释 我那天 萧明言眼底一丝情绪也无 根本不想听他解释 老师 还有别的事吗 他语气疏离冷漠 眼下这幅模样 莫名让谢听书熟悉 好似之前 每次萧明言想要解释的时候 他害怕大庭广众之下 听到那些话 害怕他们眼下的瓶颈被谣言打破 每次都出口打断他 他人生第一次觉得有什么事 脱离自己的掌控 谢听书深吸了一口气 学校附近我会买一套公寓 你到时候搬进去 他一如既往公事公办的态度 不用了 就不麻烦小姨了 萧明言说完就要走 谢听书站在原地 气得胸口剧烈起伏 你就非要跟我划清界限 萧明言定住脚步 两人之间气氛沉默 彻底降到冰点 终究还是谢听书先败下阵来 你要是不喜欢 我可以不结婚 萧明言很平静 为什么立场不喜欢 虎脚蛮缠 让小姨单身一辈子 他深吸了口气 看着眼前的谢听书 小姨 我没有不喜欢 我说过 祝你们白头偕老 永结同心 如果你不信 婚礼 我可以请假回国当伴郎 这样你总该放心了 他一字一句 明明那样平静 却敲得谢听书心肩生疼 那一瞬间 他分不清自己在哪 是在大院 还是在办公室 亦或是那一天 站在空荡荡的学校门口 却怎么也看不到 自己想见的人 那种无助茫然 说完萧明言就走了 他躲在门口 捂着胸口一阵喘气 这么多年 他第一次这样反抗他 以前谢听书 对待不听话的下属 要么拉链十公里 要么一直坐俯卧撑 坐到突 萧明言一直不敢忤逆他 可是他觉得 自己的人生 应该自己做主 他回到课堂上课 新的课题有点难 他研究了很久 也没明白 在图书馆查资料 查了很久 已经是晚上十点 傅继言打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回家 那时候 萧明言已经踩着图书馆 关门的点收拾出了笑门 途径一个阴暗的街道 萧明言发现 有一个外国男人 正在跟踪他 以前谢听书 教过他一些防身的本事 萧明言绕道的时候 下一刻 那个男人又神出鬼没地 出现在他面前 萧明言拿出包里 藏着的防身小刀 故作镇定 我已经报警了 外国男人笑得一脸阴沉 用英文说 警局离这边的街道 要三十分钟 你看看现在的时间 会有人救你吗 报警这招 只有在内地形的通 萧明言有一米八 却很瘦 显然不是他对手 于是他转头就跑 却在下个路口 看见一道熟悉的背影 黑暗中 萧明言心底的害怕驱散 瞬间安定下来 你怎么来了 那人看见谢听书 瞬间就退了回去 他不动声色 拦住萧明言 我送你回去 以谢听书的身手 根本不需要演戏 到下一个路口 灯火通明 萧明言忍不住 把他的手挪开 小姨 离得不远了 我可以自己回去 今天谢谢你 谢听书看见他眼眶通红 从小萧明言就胆小 这次显然被吓得不轻 下意识想要摸摸他的头 却被他不动声色躲过去 两人站定的距离 不过两步之遥 谢听书却觉得这点距离 永远也跨不过去 明明风不大 他却觉得眼里像进了沙子 有点发色 没事 我送你 萧明言耐不住他坚持 还是不想让他知道自己的住所 随意在一个楼下就说 到了 小姨 然而下一刻 大门打开 里面是一个大富翩翩的中年男人 萧明言在谢听书的逼势下 谎言不攻自破 你都已经学会骗我了 萧明言没认输 踩着月光 回他 小姨不也骗过我 短短的路 他就安静陪在他身边 以前这样平静的时刻 都是奢望 现在萧明言却只想快点结束 终于到了别墅门口 傅吉言早早等在楼下 他语气则怪却难掩担心 你怎么回事 手机打不通 我都要急死了 萧明言拿起手机 才发觉 他打了很多个电话 对不起啊 我刚刚手机进了 没听见 傅吉言忍不住捶他 下次不许了 好 他轻轻笑着 眉眼温和 帅气又漂亮 他亲手养大的 可他再没对他这样笑过 这时候傅吉言才注意到 他身边的人 忍不住惊道 谢爷 你怎么来了 谢听书没心一跳 称呼不必这样见外 傅吉言试探喊道 那叫听书姐 谢听书没有反对 下意识去看 萧明言的反应 他表情淡淡的 一切事不关己 好像对以前 这独有的称呼 也不在意了 他好像什么都不要了 也不要他了 谢听书印象中 这个柔弱的小孩 一直都仰赖自己生存 他无法接受 这样的落差 他强行安纳住 心底的一样 开口 明早 我接你上学 小姨 不用麻烦了 他依旧不给他 拒绝的余地 麻烦了这么多年 也不差这一次 他既然觉得他麻烦 为什么还要收养他 萧明言胸口起伏 抬头看着他 正要开口 傅吉言却比萧明言 快一步 正好 我可以一起吗 嗯 谢听书应声后 便转身离去了 傅吉言满脸八卦 我怎么觉得 你小姨对你也有意思 萧明言拿胳膊戳他 行了 别瞎猜了 萧明言不想坐 谢听书的车 要么早出门 要么就找理由推脱 但萧明言发现 这样长久下去 也不是办法 入学的第二周 萧明言坐在图书馆 窗边背书的时候 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女 直接坐在他对面 开口坦诚 我觉得你很好 我想做你女朋友 可以吗 我观察你很久了 怕萧明言觉得 他是一个轻浮的人 他白皙的脸色泛红 手足无措地看着他 一头金色的发 看起来稚嫩又可爱 萧明言本意是要回绝他 却看见不远处的谢听书 如果让他感觉到 有人可以照顾好自己 应该就会回国吧 他来这一趟 更多出于责任 毕竟 当年妈妈确实有恩于他 而且关系要好 于是萧明言轻轻一笑 那我要看看你的诚意 蓝色眼眸瞬间亮了亮 什么诚意 譬如 晚上送我回家 好 真就是晚上送他回家的普通朋友 国外的治安乱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萧明言了解到 金发碧眼的女孩叫乔安娜 竟然是亚洲国籍 会说中文 女孩又送水 又送面包 虚寒问暖 萧明言看到谢听书 站在窗外站了很久 却没有上前打扰 她知道自己赌对了 乔安娜很遵守沉默 萧明言因为课题复杂 常常要在图书馆 看资料到深夜 乔安娜经常送他回家 到家的时候 她总能看到 黑暗中的另一道深影 萧明言知道 谢听书不放心他在国外 按照他的性格 没有强制让他回国 萧明言已经很意外了 其他不做抢求 万圣节的前一天 乔安娜开了跑车 买了很多鲜花 约萧明言到餐厅 意识到她要表白 萧明言下意识觉得愧疚 我知道 你不喜欢我 你先别急着拒绝 她捧着玫瑰花 贴近她耳边轻轻说了一句 如果三年后 你还是没能喜欢我 我就放弃 好不好 乔安娜耳畔发红 嘴角笑意很深 在外人看来 两人举止亲密 好似亲在一起 萧明言正要开口拒绝 一双手一把将她扯过去 谢听书脸色难看 开口就是问责 你来国外是学习的 还是来谈情说爱的 昔日委屈的记忆 重新席绝而来 跟你有关系吗 萧明言嗓音轻轻颤抖 谢听书 你到底想怎么样 她第一次这样直呼 她的名字 好像她怎么做 都不能让她满意 她离开选择不爱她 她不满意 她爱她 她依旧不满意 她的结问 让谢听书一时哑然 谢听书秀眉警咒 向她解释 萧明言 我不喜欢梁城 我没有要抛弃你 我不知道 她给你发了那么多消息 我没有让她嫁你 你母亲继日那天 我是为了抓歹徒 我怕那些人在伤害你 我不是故意失愿 她第一次 一口气说这样多的话 最后下了结论 你回国 我们还跟之前一样 我在国内 重新再给你找一所大学 萧明言 只觉得可笑 我不是一辈子 躲在你阴影下的吸血虫 我可以自己自足 我不会回国 说完萧明言便要离开 这一个多月 谢听书一直眼睁睁 看着另一个女人 天天在她面前晃悠 忍得快要疯了 她一把扯过萧明言 她挣扎用力抵触她的触碰 谢听书直接将她 牢牢按进怀里 赶来的腹脊炎都看呆了 两人差不多高 谢听书力量却更大一些 萧明言放弃抵抗 盯着她 小姨这又是做什么 谢听书的嗓音温软 聚聚清晰 热气喷洒在萧明言的耳边 震得她浑身发麻 要是我说 我也喜欢过你呢 萧明言不可置信抬起头 清风济月的小姨 怎么可能也对她怀有那样的心思 谢听书目光沉沉 萧明言 除了你 我没对别人那样过 萧明言摇了摇头 没有 你对良诚很好 比对我好 你说过你永远不可能喜欢我 你还说 我的喜欢会让你难堪 那样多得日日夜夜 辗转反侧 一次次劝自己死心 最后竟然不是她一厢情愿 萧明言 那次是我以为你又要跟我表白 你还小 我怕谣言伤害你 一旦大听广众之下被人听见 事情发酵到我难以控制的局面 才会说出那些伤人的话 我也可以尊重你的想法 等你完成学业 我们结婚 依旧是肯定的公式化命令语气 她没有问过萧明言愿不愿意 她推开她 不好 为什么你不在我最喜欢你的时候 告诉我这些 小姨只能是小姨 谢听书看着她眼底清泪 只觉得心都要碎了 如果早知道她这样伤心 她当初不会做那样的决定 你很好 不必要为我卑不必要地骂名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她抬头 眼底没有一丝杂念 也请小姨不要再来干涉我的生活 说完萧明言拽着腹肌眼转身走了 谢听书怎么会信 曾经黏在她身边的小孩 怎么可能说不爱就不爱了 明明三个月前 她还跟她表白 她分不清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谢听书攥紧手心 掩盖心脏振振的顿痛 她更不愿意相信 她不喜欢 彻底放下她了 是不是只要她服个软 萧明言还是愿意回家 毕竟她从来没跟她服软 从来都是小孩 哭着跑到她面前认错 谢听书28年的生涯里 没遇到过喜欢的人 不会哄人 何况 萧明言是她敬重之人的女儿 人生28年 谢听书第一次承认 她可能是错了 出去之后 傅济言一脸了然的表情 我就说 要不然人位高权重的 干嘛到这里来 你很闲吗 萧明言看着她 发出真诚疑问 哪哪吃瓜都有她 傅济言摆烂大方承认 是啊 题都不会 当然无聊 要不然你帮我写 都有报酬 你讲解报酬将一半 萧明言对于她这样行为 感到无奈 还在生气 不帮 傅济言拍了拍她的肩膀 行了 别不开心了 我请你吃饭去行不行 没有什么事 一顿饭解决不了 一顿解决不了 就两顿 来这里一周 哪家餐厅好吃 傅济言都已经摸透了 当初她选择编程类专业 只为离萧明言近一点 奈何她在这方面是个学诈 萧明言提过 她为何要选择这个专业 她说只是国外度个精 回家继承家业 现在果然什么都不会 一周后 萧明言再次遇见乔安娜 只能把话说明白 她现在接受不了别人 学业繁忙 乔安娜用地道的汉语跟她说 没事我可以等 三年后 你要是不喜欢我就算了 我妈说了 遇到优秀漂亮的男孩 就得不要脸 萧明言被她逗笑了 那天那个是你小姨妈 萧明言点点头 笨 我那天回家可伤心了 她睁着漂亮的大眼睛 看着萧明言 像漂亮精致的布偶猫 我感恩杰在学校外有个表演 你要不要来看我演出 你真的不打算补偿我一下吗 何况你学业那么累 可以适当放松一下 对于利用她这件事 萧明言确实有点愧疚 好 我答应你 这杯咖啡算我敬你 乔安娜笑了 好 她随即拿出两张票 给你 凭借这个 在上面的地址 就能找到我 好 那我先回去了 萧明言收下 转头就要回学校上课 却看见门口站着的谢听书 那一刻太眼底好似沉满悲伤 萧明言以为是错觉 假装没看见谢听书 坐上公交车 感恩节那天 萧明言下课的早 跟傅纪言一起去音乐会现场 问了工作人员 这个门票离舞台很近 傅纪言坐下来的时候 嘖嘖称叹 我去 这个那场票有钱都抢不到 这家伙还挺大方 需要很多钱吗 傅纪言不以为意 他们主办方本来就是名额的 萧明言点点头 她其实也看不懂 她天生没有音乐细胞 但乔安娜曲风多变 瞬间点燃现场的气氛 台下粉丝热情似火 往后看去 黑暗中人头攒动 看不到镜头 傅纪言对她科普 你不知道吧 这姑娘年纪轻轻 就已经有这么多原创歌曲了 还有很多粉丝呢 才二十岁就有个人音乐会 我看她前途无量 明言 你要不然 她越说越激动 侧目看到萧明言警告的眼神 下意识选择闭嘴 音乐会的最后 全场安静下来 乔安娜换了香钻礼服 拉起了小提琴 舞台上 灯光如月华般沐浴在她身上 金光徐徐 一举一动都透着光芒 如潮月平生 如海水激荡 萧明言整个人都安静下来 一曲完毕 羡慕的时候 她说 这首歌是我昨晚写的 献给我喜欢的男孩 因为心底期待她的出现 灵感喷涌而出 现在她人就在现场 希望大家祝福我们 全场沸腾 原来喜欢一个人 也可以这样炙热 她曾经义无反顾过 后来 只剩遍体鳞伤 她还是要跟乔安娜说清楚 萧明言捧着花在那场 等乔安娜出来 将花递给她 乔安娜满脸惊细 萧明言出口的话 却残忍冷酷 我们还是不要见了 我知道喜欢一个人的辛苦 也知道我永远不可能喜欢你 很抱歉 让你照顾这么久 不是你不好 你很好 你很优秀 会有大把的人喜欢你 只是那个人不会是我 乔安娜彻底明白了 亮晶晶的毛子瞬间暗淡下来 那你能抱一抱我吗 就当跟我说个告别 她同意了 拥抱过后 萧明言转身 看见站在她身后的谢听书 乔安娜自然也察觉 气氛有点诡异 但她是她的小姨 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她就回后台卸妆了 萧明言往前一步 正要错过她 却被谢听书狠狠捉住手臂 她想要正开 谢听书有力的手臂 直接将她按在身后的墙上 萧明言无措地看她 她胸口剧烈起伏 眼眶心红 像是又什么要喷不而出 她仰起头 似要倾她 萧明言下意识偏了偏脸颊 她不管不顾捏住她的后颈 逼她低下头 萧明言伸出另一只手 想推开她 声音里带了一点挣扎 小姨 女人的身体就犹如铜墙铁壁般 丝毫撼动不得 瞬间一种无力感席卷上来 谢听书还是仰头轻了她 柔软相处那一瞬间 萧明言无措睁大眼 脑袋嗡了一声 浑身发麻 她轻轻眨动眼睫 有一滴泪珠滚下来 烫得谢听书瞬间清醒过来 薄纯一触即分 她看见她心红的眼 忽然心脏疼得厉害 她在干什么 她怎么会有那样疯狂的念头 看着她跟另一个女人抱在一起 她真的是疯了 对不起 谢听书松开她 萧明言手腕红了一圈 站在原地 像是被欺负狠了 谢听书无措道 萧明言 对不起 也为我之前的所作所为 跟你说声对不起 萧明言只想逃离她的桎 不用了 我们还能重新开始吗 就像从前一样 萧明言声音颤抖 反问她 你还是我敬重的小姨吗 谢听书第一次这样手足无措 我只是看到她抱你 一时间试了分寸 吓到你 我很抱歉 谢听书醋眉站在萧明言面前 尽量温和语气 她体能训练年年全忧 萧明言清楚地知道 那一刻 无论她想做什么 她没有反抗的余地 察觉到萧明言有些害怕 谢听书往后退了退 她心底产生极重的挫败感 你就那么喜欢她吗 她碰你就可以 萧明言 明明以前我们不是这样 萧明言知道谢听书 还是误会了她 她没有解释 昔日明亮的双眼 如今只剩下冷漠 以前小姨也不会这样对我 我不会回去了 早在小姨选择别人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回不去了 谢听书捶在身后的手 微微发抖 天知道 她有多后悔 如果她早早认得错 她会不会原谅她 明明是她在那次轰击事件之后 信仰崩塌 不是她收养了萧明言 而是萧明言就赎了她 如果没有小明言 谢听书不知道这么多年 她要如何熬过来 她不知道要如何跟她解释上次事件 跟她父母之间的联系 更不知道该如何跟她解释这一切 如果我不做你小姨 跟她公平竞争呢 萧明言没有动摇 一字一句道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不管有没有别人 谢听书坚硬的背脊垮了一瞬 其实她何尝不知道 萧明言把老宅卖掉 就是扔掉了自己的所有退路 她真的不要她了 谢听书同样固执 她深吸了口气 咽下颤抖 萧明言 只有我能照顾你 她看着她没有说话 我三天后必须要回国 我给你考虑的机会 想通可以来机场送我 萧明言依旧没有回应 萧明言 我尊重你的选择 你想留学我可以等你 我等你回国 不用了 萧明言知道她工作的特殊性 根本不能在国外停留太久 三天后 谢听书还是邮件 将航班时间发给萧明言 她看着上面的时间微微出神 毕竟相处了六年 虽然她不愿回头 已经彻底放下谢听书 还是有感情的 萧明言不愿意去想这些 低头继续计算公事 萧明言很快适应学校的新生活 她在国外编程大赛得到第一名 得到导师的赏识 获得更多的实践机会 因她在这方面的天赋确实很高 导师说修完全不可乘 可以直接申请保研 萧明言本意是要回国读研的 这边技术有限制 不可能会完完全全地交给她 两年后 她修完学分 研究所给她抛了橄榄枝 意思是让她留下读研 萧明言对比一下国内外优势 还是选择留在当地 某次参加活动的时候 萧明言意外看见谢听书 她开着月眼 接送某个领导人 案例说 她不用这样做 但细数这两年 萧明言见到她的次数 比有一年她闹着离家出走 她在外出任务回家见面的次数还要多 真是奇怪 以前欣欣念念想要的 始终得不到 如今不要了 又拼命想让她接受 可萧明言早已不是两年前 却爱 欣欣念念只想要小姨 多爱自己一点的小孩了 又过两年 萧明言站在领奖台上 欣欣的控制编程系统拿到大奖 所有人都在为她祝贺 萧明言用一口流利的英文 发表获奖感言 台下的导师看着她满脸骄傲 她在人群中看到乔安娜 她也在为她鼓掌 四年时间过去 她出落得更加知性漂亮 也是那一天 傅济言也终于把学分混完毕业 萧明言也秀完研究生的全部课程 就在她选择跟傅济言一起回国那一天 却被拦住了 在签证处被人拦住了 萧明言只好让傅济言先回国 她被强制送回别墅 别说外面多了很多安保人员 导师亲自上门劝了好几次 以你现在的水平 留在这里 可以给你更高的位置 年薪百万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唯一的要求就是 你需要更改机关 更改绝无可能 这点萧明言没有一丝犹豫 哪怕不确定眼下的形式 导师蹲下身来循循善诱 那你把编程 以及心形原理方程 默写出来 或许 我可以跟他们说一说 萧明言不肯让步 拿奖的方程是 我写得很清楚 导师应该也明白 我现在的水平 制作不出更好的 何必互相为难呢 萧明言油言不尽 如果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他宁愿藏桌 也不会去参赛 导师探口气走了 整整一个月时间 萧明言几乎被切断 跟外界的所有联系 家里里里外外的被翻遍 手机一切电子产品都被没收 确认萧明言无法传递任何信息 才肯收手 一个月后 大使馆来人 黑色越野停在别墅楼下 看见车盖上飘摇的旗帜 萧明言什么话都没说 默默上车 车行驶到机场一侧 一辆军绿色直升飞机 停在不远处 上面走下来一个人 一身军绿色身影笔直 抬手朝他敬礼 国民四十九部上校 为此次安保全权负责人 谢听书为您绑架护航 是他 四年不见 他更加沉稳内敛 身子笔直 双眼锐利 犹如九天翱翔的鹰 方圆没有人敢靠近 他五官精致 漂亮又锋利 一眼一如往昔 萧明言掠过他 上了直升飞机 一路无话 萧明言到了国内 便被另一辆车接走 估计试下了纪律 不让他跟别人过多接触 直到去基地 见到另一个人 他才终于开口说话 眼前是一处秘密基地 整面墙壁上 都是大大小小的屏幕 是一串串代码 穿着蓝色工装的 中年男人转头看他 男人笑得和蔼 起身去后面桌上 倒了一杯水 你就是萧碧安的儿子 是 好啊 都长这么大了 还这么有本事 中年人笑着 把水递给萧明言 来 喝水 萧明言礼貌接下 谢谢 你的事 我们也听说你 你说说你的想法 周明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萧明言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开口 当年我父母的事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 我想知道真相 我长大了 好 这件事之后 自然会有人跟你说 他做下来 你说说之后的打算 我在国外的事 你应该也清楚 我学的工程专业 主要是编程 涉及控制 新的编程 已经超越国外一线水平 我有信心研制出来 周明很满意 一连串说了三声好 有没有信心加入我们 当然有 萧明言正式入职那天 住进单位安排的房子 某天他指挥人测试 车开进荒无人烟的沙漠 谢听书开着另一辆车过来 制止他们 这边经纬度 常年有龙卷风 下次就是两小时后 风向不对 我建议取消这次实验 现场人员打电话给萧明言 萧明言不肯 没有问题 数据经过测算 不会有误差 准时投放 最后两边僵持不下 谢听书再没人敢动手 只能打电话给周明 那边只说了一句话 技术问题 听萧明言的 谢听书无奈只能罢休 准点投放后 实验很成功 萧明言才终于松了口气 至少他终于做出一点成就 表彰授贤之后 周明给他放一周的假 出基地那天 是谢听书来接的他 终于舍得出来 萧明言捏捏眉心 有些疲乏 回家 回哪个家 萧明言坐在后座 看了眼谢听书 仿佛在说 他明知故问 路上萧明言看着的窗外的风景 开口问他 我爸妈当年的事 你应该清楚 周领导的意思 应该也是让我问你 谢听书抬头看后视镜 过去四年 他愈发沉稳冷静 帅气不少 也锋利了不少 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地位 你爸当年也是科研人员 你母亲是专业出身 当年跟你父亲 一起去参加学术交流 被轰炸 当时他们给出的结论是 你父亲得罪了人 所以有人来对萧家下手 当时已经尽数被组织肃清 但是没想到还有残留 所以四年前 我第一个反应是 掩护梁城先走 好抽身 立即调人肃清周围 看看还有没有同伙 确保你的安全 并不是故意抛下你 谢听书说完 下意识看向后视镜 看向后座的人 心中隐隐期待他脸上 会露出一丝不一样的情绪 但萧明言闭上双眼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他没听到 谢听书敲了敲手指 掩盖住心底的失落 直到车停在楼下 谢听书默默坐着 他盯着后视镜里倒映的男孩 已经展开了 五官清卷 好看扬眼 他从未把他当成副书品 他有如今这样成就 他很骄傲 只是谢听书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只想照顾他 多照顾他一点 变成不想他离开 以为他没有能力 飞走的借口 他后悔了 犹如直言着手 后知后觉 隔岸对望 他一直坐着 黑暗中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一下 萧明言下意识去摸手机 刺眼的灯光 让他瞇了瞇眼 看到是傅济言发来的消息 萧明言清醒几分 一看时间已经十二点 他迷迷糊糊看着周围的黑暗 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 又看见坐在前面的谢听书 心底一惊 这一瞬间里 仿佛又回到四年前 已经到了 小姨怎么不喊醒我 这几天你肯定忙得没睡好 所以没想打扰你 谢听书温声道 萧明言这一刻才意识到 他们是平等的 他终于把他当做一个大人来看待 萧明言推门要下车 谢听书突然开口 这次回来就不会走了吧 嗯 不会了 他下车那一刻 谢听书还是忍不住喊他 萧明言 其实当年 他想说 当年他跟梁城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重重把门关上 小姨 当年怎么样都不重要了 沉默片刻 谢听书换了个话题 明天上班吗 不上班 谢谢小姨送我回来 我先上去了 谢听书看着他的背影 明明句句挑不出毛病 却客气地让他心底一阵空泛的疼痛 他亲手养大的 真的离自己越来越远了 萧明言要是拧开门 看着空荡荡的家 只有家具 心底一阵孤独感 他其实听到谢听书说的话 如果当年 如果当年 他那天没有十月的话 他们是不是还有可能 可是萧明言这一刻又清醒成熟地知道 即便如此 他们之间要跨越的鸿沟还是天谴 这四年里 有无数个当年的问题 重复重演 他们终究走不到那一步 想到这儿 萧明言彻底看开 他回复傅继言一切平安 实验成功 可以请他吃饭 他们约了一个时间 萧明言好不容易有一周的假 决定好好放松 见面地点是在酒吧 萧明言走过去就看见 大口灌酒的傅继言 傅大哨还有借酒交仇的时候 傅继言一向大大咧咧 凡事都不过心 眼下肯定是遇见难事 他闷闷得很不开心 都怪我不学无数 我家母上大人 要给我联姻 联姻的对象 是个丑女 不学无数的蠢女人 还是个水性洋花的 傅继言说完 又醉熏熏地打量起萧明言 他拉着萧明言的胳膊 坐看又看 上看下看 我就说 谢听书得全须全意 把你带回来 说完他傻呵呵一笑 萧明言伸手捏住他的脸 你告诉他的 傅继言还在傻笑 是啊 我告诉他之后 他当天晚上就出国了 你是不知道圈内人传 险些就要动手吗 上面肯定不同意啊 谢听书违背纪律 直接联系国外雇佣兵 又被降级了 我可听圈里人说 这两年他被处分过不少次 萧明言眼睫颤了颤 即便是从前 谢听书伤害过自己 归咎于他不喜欢自己 他确实没错 他本心 还是想他 还是原来的谢听书 骄傲又强大的人 应该继续在他的领域里 发光发热 而不是一降再降 傅继言扑捉到他的情绪 萧明言 你就不想回头吗 萧明言耐心道 从前我以为他不喜欢我 他没有错 只是他不喜欢我 现在我也没错 傅继言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他已经彻底不喜欢他了 萧明言叹了一句 捏捏他的脸 喝醉酒的傅继言 脸又软又可爱 可怜我的兄弟就要嫁人了 说到这儿 傅继言一脸苦笑 呸 什么嫁人 试取 我又不是入赘 以前觉得他们可爱我了 一到利益抉择的时候 都是万乐的资本家 萧明言笑着摇摇头 也浅浅喝了一杯酒 谁让你吃喝玩乐 不想着学点本事 守家业 一句话戳到傅继言心窝上 他垂了萧明言一拳 要不怎么说 你是我唯一的亲兄弟 戳心窝子一点不带手软的 说着说着 傅继言又开始嚎啕大哭 我不要嫁人 要不然你帮我吧 你肯定行 你干什么都行 我有的是钱 我给你钱 我不想联姻 与人没个好东西 萧明言只好抱着他安慰 好 不喜欢的 不嫁就不嫁 我送你回去 萧明言好容易从傅继言口中 问出地址 把他送回别墅 半夜想回家 却被傅继言扯住衣角 他怎么都不松手 他嘴里嘟嘟当当的念叨 明言外面有坏人 你别走 萧明言笑了笑 心底是温暖的 没想到 他还记着他在国外 遇到流氓那件事 好 我不走 半夜里 谢听书电话打进来 你在哪 在朋友家 不想跟他多话 萧明言扶了扶额头 索性一次性解释 在附近言家 谢听书很明显察觉到不对 你是不是不舒服 没有 没事我先挂了 萧明言只觉得脑袋晕乎乎的 他以为是因为自己第一次喝酒 容易上头 没想太多 结果 第二天人直接进医院了 他这些年一直循规蹈矩 从不敢语矩半分 就这一次任性 萧明言睁开眼 第一个看见的是人乔安娜 他穿着一身白色长裙 气质淡雅 五官深邃 那双眼看谁都深情 他撑着身体坐起来 你怎么在这儿 听纪言说 你住院了就过来看看 第一次看有人喝一杯酒 把自己喝住院的 萧明言感觉到乔安娜这一次 跟他相处的感觉 跟以前不一样 他抬起头假装要揍他 我这不是第一次 不许再笑 行了 医生说你酒精过敏 还在掉水 别乱动 他语气自然随意 站在门口的傅纪言 跟谢听书看见两人和谐的一幕 双双凝固住 萧明言只觉得这气氛越来越古怪 谢听书眯了眯眼 眼底的怒意几乎要溢出来 他为什么会在这儿 乔安娜像是没有感觉到气氛诡异 笑了笑 我父母都在这边做生意的 我是混血 习惯就在海市 在国内也不奇怪 听纪言说 明言生病 所以过来看看 萧明言也意识到 傅纪言跟乔安娜之间的关系不一般 他俩貌似还是同一时间回国时 于是狐疑地看向傅纪言 后者明显心虚 根本不敢跟他对视 问候完 乔安娜就说他先走了 病房只剩下谢听书 你不知道你不能喝酒吗 意识到自己语气过于严肃 他又道 你心情不好 笑名言很坦诚 没有 我只是看纪言喝 所以好奇 他又不知道自己喝了酒会过敏 这是第一次 谢听书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大院 老宅我也输回来了 打算什么时候搬回去 他顺手拿起床头柜上的苹果削起来 苹果皮完整落在垃圾桶里 他把苹果伸手递给肖明言 肖明言没有接 小一我已经长大了 老宅输回来也是你的 不是我的 谢听书秀没微醋 我们之间还分你的我的吗 肖明言闭了闭眼 没有打算正面回应 他怎么说 谢听书都不肯退后 不肯放手 一连多日的冷淡 谢听书还是没忍住发了脾气 肖明言 我是给你时间考虑 不是让你任性 肖明言不想懂他的言外之意 我没有任性 我现在有住所 老宅四年前我就说了 是你照顾我六年时间的补偿 谢听书憋了口气 那六年的勤奋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 他看着谢听书 语气平静 小一非要一意孤行 最后的结果是 大家都很难看 谢听书蹲下身来 拿起热铁放在他手中 捂着他应掉水冰凉的手 决定以退为进 不要那六年的勤奋 不是你小一也没关系 那这次换我先追你 先说喜欢你 我们重新来过 他眼底都是恳切 但肖明言从来没有给他幻想的机会 小一 感情从来不是中奖 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就像你说不喜欢良成 回过头来依旧不会再喜欢一次 谢听书不能理解 那不一样 你暂时接受不了也没关系 迟早你会接受的 谢听书长这么大 想要的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肖明言看得很轻 小一你想照顾我 只是因为责任 你以为我们曾经很好 那也只是我喜欢你 愿意去迁就 是你眼中的美好 但对我来说 都已经过去了 谢听书眉眼低垂下来 没关系 我等你回来 无论多久 说完像是怕肖明言拒绝 谢听书放下苹果就走了 肖明言心情不佳 看着磨磨蹭蹭的进来的傅济言 眼神狐疑 你跟乔安娜之间 是不是有事 傅济言戳小手授 我说了 你不会生气吧 说吧 以傅济言的小心思 再蹦跋 也不会蹦跋到 肖明言难以接受的范围 我那个联姻对象就是乔家 正好就是乔安娜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见肖明言不幸 他补充道 海市的乔氏集团 就是他父母创办的 妥妥的海二代 肖明言仔细思考了一下 那你昨天 不是说人水性洋花 很丑吗 是啊 傅济言表示肯定 招惹的另一个人不是你吗 肖明言无语注 当然 除了你 他好像也没追过别人 说明他眼光确实没问题 不过用我爸妈的话来说 他是跟上刘夫人圈子不搭边 傅济言一脸坦诚 反正我不喜欢他 不过联姻嘛 不就是各玩各的 塑料情义 肖明言却总觉得哪里奇怪 乔安娜跟他现在的相处 感觉跟普通朋友一样 喊傅济言语时 语调亲密 海市可以联姻的施加那么多 怎么你爸妈偏偏选了他 傅济言漂亮眼睛转了转 混血 乔家门槛也不低啊 爸妈看中这个女人漂亮 应该是 怕咱们傅济两家 下一代良好血脉被毁了 肖明言忍住翻白眼的冲动 说到这儿 肖明言基本确认 是乔安娜图谋不轨在先 漂亮且无脑的男人 谁不喜欢 如果乔安娜愿意好好对他 对他这个兄弟是真心的 肖明言愿意顺其自然 毕竟这么多年 他身边对他好的人不多 傅济言算一个 要是乔安娜 还是没放下当年的心思 或是玩玩 肖明言不会让他们联姻 若真是想维护家族企业 有的是办法 一周后 肖明言组织审核那边 需要户口地址 他想把户口迁走 试以找谢听书要户口本 时隔四年再次回到大院 早已物是人非 谢听书就坐在客厅 他正捧着一本书 语调平静 一切都好像还在四年前 你终于肯回来了 他这一走就是四年 肖明言意外发现 这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动 跟四年前一模一样 触及到他怀旧的目光 谢听书温声道 你房间还跟你走的时候一样 要去看看吗 肖明言缓缓眨的眨眼 回过神来 不用了 组织审核那边需要户口地址 我想把户口迁走 谢听书不自觉站起身 放在一侧的手 无意识握成拳 眼眶心红 这就是你原来出生的地方 你要迁到哪去 他语调随意 基地不在海市 就迁到基地附近吧 谢听书别开目光 这是第二次 他不知所措 第一次是他控制不住 亲了肖明言 第二次 是他要牵走户口 彻底斩断 跟他的一切关联 你就那么恨我 这一刻 肖明言清晰看见 谢听书眼底的痛苦 我没有 只是正好趁这次机会办而已 以后你要嫁娶 留着我的户口 多少有点不方便 谢听书再次体会到 肖明言的狠觉 比他 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盯着他 想找到他眼底其他的情绪 譬如跟他当初一样 言不由心 身不由己 都没有 他眼底平静如水 冷酷而又淡漠 谢听书原本以为是自己过分 伤害了他 可哪是自己狠觉 从始至终 一声不吭要走的是他 爱意汹涌的也是他 他说给就给 收放自如 留他一个人懊悔 不知所措 你知不知道你在国外这四年 我是怎么过的 他忍不住握住肖明年的胳膊 你当初明明那么喜欢我 四年时间 我看得清楚 你为什么 说不爱就不爱了 这一刻 谢听书脸上的冷静被撕破 他额头清金紧绷 像是某种认知彻底被击碎 他一直觉得等等还有机会 等他毕业 等他再长大一点 等他再成熟一点 等到他能看到 这世上能一直陪着他的人 只有他 可等他长大了 他的小孩 彻底往前走了 再不可后退一步 肖明言扯了扯嘴角 笑得讽刺 原来他也知道 他喜欢了他四年 他装聋作哑了四年 你看过我的日记 肖明言打开他的手 到底谁更卑劣啊 他明明知道他喜欢他 却还是狠心伤害他 他明明都知道 谢听书更慌了 是 我是卑劣 喜欢上自己同事的儿子 自己姐姐的儿子 自己闺蜜的儿子 从始至终 错的只有我 你最初那么坚持 为什么 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可以公开关系 一切谣言 我都能承担 肖明言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是我拒绝得不够清楚吗 谢听书 爱上你恨你很简单 放下你 只需要三个月 或许是四年前 你说过 你永远不会喜欢我 我都记得 我说过 你只是我的小姨 谢听书不肯 他知道他如今的模样很丑 可他真的不想 不想再也见不到他 不想他们彼此两个世界 从此再也没有任何关联 仅仅是想想 他就觉得痛不欲生 那四年 我也曾找过你的 别墅楼下麦瓷糕的小老太 你记得吗 三年前元旦 送你玫瑰哄你笑 变戏法的小丑 两年前送你毕业礼物的那个人 礼物是你看了很久 也没买到的表 肖明言记得 当时那人谎称做活动 街头挑选幸运儿 四年后你获奖的时候 我就在门外 可惜晚了一步 肖明言 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我知道 小一对我很好 其实从始至终你也没错 只是不爱 只是错过了 而已 肖明言后退一步 眼泪顺着谢听书眼角滚下去 向来流血不流泪的人 这一刻却也显得破碎脆弱 肖明言 你能跟他试试 为什么不能跟我试试 肖明言看着陌生的谢听书 第一次觉得原来爱 真的会让一个人面目全非 以前的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可怜 谢听书 我去国外 有一部分原因 是为了摆脱你 想要独立 不想继续做被你保护的可怜虫 另一部分 只是国外这个专业很优秀 是为了学习 我去国外 更不是为了谈恋爱 我从没有跟任何人在一起 我承认 我是以为你来看我 是出于责任 害怕我出事 我才会让乔安娜晚上送我回家 想让你放心 你看到的 只是想让你看到的 我以为你会回国 我从未想过 你会喜欢我 我想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 四年前如此 四年后 毅然如此 肖明言没有给谢听书开口的机会 既然你不肯也没关系 周领导清楚我的底细 程序会复杂一点 也能改过去 就不打扰小姨了 谢听书后知后觉 自己误会肖明言很多次 他明明知道 他的目光永远都是看向他 只是莫名的嫉妒 冲昏他的头脑 他嫉妒站在他身边的人不是他 他嫉妒 他没有名正言顺的借口 才会草木皆兵 口不择言 对不起 谢听书忽然觉得说再多 都是枉然 肖明言一直都是看似柔弱 做的决定从来就没有变更过 十一岁那年选择他 十八岁那年离开他也是 他终于败下阵来 认清现实 你不用去麻烦 我给你就是 红色本子交给肖明言的时候 谢听书也清楚知道 他跟他此生再无可能 也再不能逾越雷池半步 元旦的时候 傅乔两家订婚 肖明言也出席了 宴会上 乔安娜一直跟别人攀谈 目光却时不时落在不远处的 傅纪言身上 坐在傅纪言身边的 肖明言玩笑 你就不去管他 他对面站着的是亚洲区总裁 傅纪言喝了一口酒 且 明面上说是我的订婚宴 其实就是拉拢合作的手段 看清这两家人了 肖明言轻轻一笑 不过好一段时间 没听到谢听书的八卦了 听说 他自己去边疆了 上面领导发火也不管用 肖明言喝着果汁 提他做什么 我觉得 泄入感情的人 还能像你这样果决冷静的人 不多 他说完 眉眼搭了下来 肖明言笑他 你不会动心了吧 痴者不入爱河 想什么呢 肖明言想起那天 他问过乔安娜选择傅纪言的缘由 他说 他是不深 被保护得很好 是他主动跟傅家说的 傅纪言取两姓为名 当初父亲跟母亲也是一段佳话 对这个儿子疼爱非常 乔安娜也顺利通过 傅纪两家的考核 肖明言问他喜不喜欢傅纪言 他轻笑 以前看你第一眼 是觉得好看 他我是打心眼里 想要一辈子走下去的人 肖明言一眼看穿 你不会是打着追我的幌子 去接近他吧 那时候 乔安娜的中文已经说得很流畅 我哪有那么卑鄙 我跟他算是毕业后 一同回国那天 才认识他 乔安娜想起腹纪言 眼底都是笑诣 他那天在飞机上边打电话边哭 想不通一个大男人 怎么那么能哭 怎么哄都止不住 只是因为没跟你一起回国 我觉得他心眼善良 也知道你在国外不会出事 但我还是回到加州 试图找方法见你 但国内提前一步 你已经回国了 乔安娜眼底都是认真 肖明言 我说这么多 只是想告诉你 我对他是认真的 肖明言想起来 他当时追自己也不过三个月 而且当时他跟傅纪言 也不过点头之交 其实因你这层缘故 我都不敢跟他表白 只能先联姻 要不然老公要被人拐跑了 你可要替我保密啊 肖明言不介意 反而笑了 你还玩起先婚后爱的戏码 他是心思单纯 你要是敢骗他 我做兄弟的可第一个 不会放过你 乔安娜笑得坦荡 自然 我会帮他守着 父亲两家一辈子 他的为人 肖明言信得过 肖明言也问过 父亲言 他说 娶谁不是娶 与其选个丑的 不如就他了 以后生的宝宝 不至于丑的人神共愤 父亲言一直都不是将就的人 看似没心没肺 其实什么都清楚 要是婚后相处的不好 再说 他们结婚那天 肖明言新研制的 编程控制系统 再次在国际上掀起波澜 三个月后 他站在讲台上拿奖 一时间声名大噪 风尘仆仆的谢听书 一身风霜 三年边垂的风 吹得他脸颊沧桑了几分 他助力台下静静鼓掌 没有选择打扰 他们曾经刻骨铭心于喧嚣 如今却也不动声色 匿迹于人海 几年以后 傅济言跟乔安娜 连孩子都有了 孩子在草坪上跑的时候 肖明言穿着黑色大衣 坐在公园的椅子上 秋日的阳光正好 不冷不燥 傅济言看着他 愈发出落的成熟帅气 干净利落 整个人仿佛都笼罩了一层光运 沐浴灼知识的光辉 只可远观不可亵渎的神圣气质 你这些年 一直研究这些 也不找个人陪着 是想孤独终老吗 肖明言看着乱排的小孩 笑得温和 没遇到合适的 你才26岁 所有奖项都让你包圆了 你总该给年轻人一点机会吧 肖明言不以为意 26岁怎么了 正年轻呢 他朝孩子招招手 小宝过来 到干爸这里来 有糖吃 傅济言撇撇嘴 他才几岁 又不是狗 怎么可能招招手就过来了 肖明言不满 有你这样说孩子的吗 团子粉粉嫩嫩的 小脸柔软 还带着奶香味 傅济言抢着抱在自己怀里 不许玩 想要的话自己生一个 他们一起漫步在林荫道上 傅济言忍不住问他 你是不是还没放下你小姨 怎么可能早就放下了 只是基地宿舍两点一线 确实没有心思弄其他事 反正还有你跟孩子给我养往 怕什么 谢听书就站在不远处 看着两人有说有笑 打打闹闹 这一次 他知道自己再没有理由 没有资格去靠近 全文完